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 在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对于两岸政策立场秉持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但是中国大陆却坚持以九二共事为政治基础 进行互动交流 双方各自坚持原则立场下两岸交流 几乎在官方方面是停滞的 不过民间往来并未争断 而由中国大陆搭起的民间互动平台海峡论坛迈入第十年 今年在福建举办的活动惊天落幕 而针对论坛活动的内涵 两岸出席主要人士谈话所显示的意义 以及对两岸关系影响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潮 张研究员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研究员您好 对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欢迎张老师您好 这个海峡论坛是现任的中国外交部长 就是在他在2008年当时担任的是国台办主任 王毅他所催生的 那么我们看到今年海峡论坛的活动 主要针对青年基层文化还有经济 这些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我想请教老师您观察 这是不是显示中国大陆在这九二共识的前提原则 这项强化两岸民间多元的交流呢 我想这个背景重要的地方是说 在太阳花雪运爆发之后 北京的对台政策就提出了所谓的三州一清 作为调整 从务实面来讲 他们都了解在马政府执政时期 两岸交流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大部分是资源分配的不到位 两岸的红利换寡不换军的问题 所以说一开始有所谓的三中一清的调整 但是很明显的地方是三中一清的政策 也没有办法具体的落实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又提出来了所谓的一带一线 你要对这个青年时代 要对这个基层 然后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之中 对台政策又提出了国民待遇原则 有这样的几个峰回路转的政策的前提之后 今年在两会之后又提出了所谓的三十一项政策 北京称之为会台三十一项政策 我想这一次的海峡论坛就充分体现了 这样的政治意涵跟这样的政策直接内容 跟这样的统战的作为 就陈如刚才两位主生所说的 海峡论坛最主要它关注的 或是网邀的对象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它才网路报名 第二个部分是它很着重 没有去过中国的年轻人 作为首先邀请的对象 这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在进一步 在具体落实三十一项政策 里面的会台 还有针对青创 还有年轻人 还有基层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说作为两岸关系 很重要的一个统战的平台 那海峡论坛的举办的形式 跟它的诉求 应该充分体现了北京对台政策 近期的一些想法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想继续请教研究员 老师那您怎么样观察 就是根据主办单位指出 这十年来已经有十二万人 次的台湾民众参加了海峡论坛 而中国大陆是强调两岸一家亲 刚刚老师也谈到说 他们主要是针对青年基层 还有交流的一些议题 你怎么样观察海峡论坛 他们在讨论议题上的话 主办单位他们要增进两岸 更多就要了解他们议题的设定 主要的范围 而对于两岸不同的一些社会制度 还有些民主等等议题的话 会有进一步的交流吗 我觉得应该讲是说 对台政策有它变跟不变的地方 特别在会台政策提出来的时候 他们或许多想要去除过 去代理人这样的形象 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非常重视首发主 从来没去过中国大陆的年轻人 作为主要的邀访对象 或是如果报名的话 以这样的人为优先 或者是说这个诉求的对象 说年轻人以外 还是台湾的基层民众 因为过去我们都很清楚 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那两岸关系的交流的红利 基本上是被他们所垄断 北京也发现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说在这次举办海峡论坛的 统战作为之中 某种程度上就是去代理人 这样的概念 这是新的思维 可是你又不能完完全全 因为九二共事毕竟是国共合作的信任 政治基础嘛 你不太可能把海峡论坛 因为海峡论坛过去都是 国民党副主席的场 从林峰正开始 因为国共有四大论坛 除了国共经贸论坛之外 这个紫青山论坛 还有上海和平论坛之外 那很重要就是海峡论坛 那你还是要考虑到过去的这种 国共合作的这种脉络 所以郝龙兵去了 这是很正常的 初立伦那时候当副主席的时候 也去过海峡论坛 所以很明显的地方是说 一方面要兼顾国共彼此的政治利益 然后一方面也要体现新时代统战的内容 所以这里面当然有他的 很有趣的辩证 在新旧之间 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是 他还是诉诸在经济的统战的作为 虽然心灵气和或两爱一家亲 这是一个道德或是一个情感的诉求 但最主要的手段是什么 你这个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台湾继承民众 如果你对他与中国 莫跟中国决起是有信心 是由你主观期待的 那你就过来吧 我常常讲说有个东西最大的差别是 这个31项政策跟ECFA 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中心来看的话 刚初签的ECFA 他谋成都还没考虑到台湾的中小企业 至少你留在台湾的中小企业 即便在ECFA架构之下 你还是会得到好处 可是会在30项政策的差别在哪里呢 你对那个留在台湾的任何人任何企业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 除非某些人的行为 或者是你自己的身份 这发生在中国大陆内部 这才会得到利益嘛 所以从这两个对比我们会看出来 他现在做法是什么 他就希望把台湾青年这一代 或者是基层这一代 或者是对这个祖国 或对中国崛起 或是对中国现代化 有信心 心灵气和中国梦的人 你就过来吧 这我觉得他 过来做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这就是绕过民进党政府吧 因为民主国家 我们不能去规范人民的行为 两岸关系 人民交流这是很正常 对 所以你知道的地方是 他就是一方面我说他去代理人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 他又去政府化 简单来讲协商制度已经成为过往语言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政府应该要拿出办法 也就是说呢 其实两岸关系现在 彼此在争夺的是什么 我这样说有个矛盾存在 如果按照北京所说的 民进党其实正不得人心 台独呢最终是灭亡的 对 然后呢 祖国的复兴是必然的 那其实北京最近出了很多招 他们在担心什么 如果时间站在你这一边 资源站在你这一边 明星都站在你这一边 那你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个矛盾最主要的点在哪里 其实北京很清楚 针对那个深绿跟深蓝 那两块 这个政治定性较稳定的台湾民众 这不是他争取的对象 那最大的可塑性的部分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他的目标是在 所谓的天然毒跟自然毒 或者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因为这些人的政治认同 基本上还在持续从 可塑性还是比较高 我们可以讲是说比较不稳定的 那也没有年轻人会过去会 因为在台湾的工作条件 倘若不稳定 亲自待遇不够的话 或是说有许多的流浪教授 在台湾找不到工作的话 已经有这个现象发生了 随着两岸情势发展 中国大陆所举办的海峡论坛 在今年广交的对象 主要重点是放在台湾民众 所谓的首发族 而是不是能够争取到台湾的民心 有待观察 而就如研究员您所提到的 这是国共两党重要的交流的平台 所以在这次的海峡论坛当中 包括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他出席了 另外新党主席郁木铭也参加海峡论坛 而郝龙斌更提到 九二共事反对台独 两岸是一家人 国共两党在两岸交流上是伙伴关系 那么对于未来党对党的交流 当然我们也认为应该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回到在这次的两岸论坛当中 所设定的一些议题 如果我们再来观察中国大陆这几年 一直强调所谓的两岸一家亲 要增进两岸了解的话 除了这些议题设定之外 是否能够就民主人权等等这些 两岸不同社会制度下 所关注的议题 做一些交流 是不是有助于增进两岸关系 不晓得研究员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前面我所说的是他的战略的思考 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觉得就是北京始终太低估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因为两次说在全球化之下 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 那是常态 你这个商人要去哪里投资布局 基本上政府很难管 也没办法管 年轻人要去哪里工作 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自主的意思 所以他看到的是全球化之下的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 这样的趋势 资本一定是从利率低往利率高的地方走 薪资低的地方往薪资高的地方走 好 这是北京看到的片面 但另外的片面是什么 就是台湾已经进入到高民社会 我们的年轻人基本上 他在政治认同啊 或者说民主政治的 或者是民主制度的理解上 他的自主性很高 如果你只是把他当成是统战的工具的话 我觉得会适得其反 所以北京还是没有搞清楚的地方是什么 叫政经分离 简单来讲是所有的这个对台的统战 都还是有以经为政嘛 对 这是以民逼关 以商为政 或是以经为政这样的思考嘛 那这种思考模式啊 恰恰是台湾年轻人最不喜欢的 如果我要去 对不起 跟我是中国人没有关系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这也不是我爱不爱台湾 或是我要不要采取中国梦的问题 就我所接触到的年轻人 这是我人生的布局之一 跟政治认同是无关的 跟你们的统战是无关的 对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你为什么要把我个人的选择 视为是对祖国 对中国梦 对中国崛起的一个背书呢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地方是 北京分不清楚 政经分离啦 其实我认为台湾很多的年轻人 现在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会去中国大陆 不代表他背弃台湾 不代表他对台湾没信心 这只是趋利避害的理性抉择 如果是这个样子 倒过来看的话 那北京要的东西啊 基本上多数人都可以感受到 是说在这短短的十九大以来 北京做了多少 伤害台湾人民感情的事情 不论是邦交国的断交 经济绕台 武力的威胁 经济的直说 甚至把手伸进台湾的政治内部 我想说这多数在公民社会之下 多数的年轻人跟台湾理性的民众 都可以感受到中共在干什么 只是我刚才更清楚的 要讲的是 乍看之下他应该不急的 他干嘛这么急呢 那从我刚才所说的 他是针对青年跟基层 在激积的透过经济的作为 能够劲度去影响 他们在政治上的选择跟认同 所以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是 其实我们政府应该拿出两件事情 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就是把中国这一套告诉大家 他在干什么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部分是呢 留住年轻人 你必须要有所做的 不能只靠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啦 而是靠他年轻人爱不爱台湾啦 你要拿出对策 让年轻人觉得留在台湾 这个选择也不坏 另外一个针对要去中国发展的台商啦 青年也好 也应该也要有个整体的规划 也就是沉之在我 对我们有利的部分 其实也不用完完全全那么洪水猛兽 有人要送奖品给大家 这个奖品如果对台湾人民有利 然后呢 对两岸关系是无害 对台湾的主权没有任何影响 那既然有人愿意去参与 我觉得政府应该 某个程度上要乐见其成 是 是说要拿出办法就是 是 非常谢谢研究员的观察跟解析 好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呢 先修一下 在下一段节目中呢 我们将请研究员我们解析 两岸未来的交流 还有互动呢 有哪些要观察的重点 而如果目前两岸的现象关系的状况呢 有哪些地方 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 我们请稍后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中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放大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访问两岸政策协会的研究员张雨韶 针对海峡论坛这几天 在中国大陆的福建厦门举办 而在今天落幕 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做进一步的解析 那么刚才老师有提到说 这海峡论坛部中国大陆统战的目的 那么也建议政府呢 应该要有所应应 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请教研究员 政府应该怎么样来 应应中国大陆这个统战的做法 来保障台湾民众的权益呢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一系列 推出很多的优惠措施 因为从今年二月以来 在中国大陆各省市 也都有这些会谈的措施 对我举一个例子做补充 就知道说大陆的统战 往往会做到你的那个新坎里 以前胡锦涛时期说 这个叫做入岛入户入新 但是你看这一次海峡论坛 在厦门举行 最初呢就有一个配套措施出来 就是他拿出了一个办法 你这个如果到大陆去投资的台商 你的小朋友 对除了念台商小学之外 那你那个小孩如果年纪很小的话 那你的那个幼稚园呢 就学了补助或是呢安排 他可以做到这么细致 我想说呢这个中共的统战 基本上除了政治目标之外呢 他基本上是完全落实了 他的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概念是什么 一个中国的公民在大陆拥有的权利 跟基本的福利跟制度 台湾人如果过去的话比较半年 这就叫做国民待遇原则 那我说过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 对于这个投资啦 或者是说去中国大陆念书啦 就学啦 这个是人民自行的选择啦 那我进一步说是说政府要什么规划 第一个是要把风险 告诉这些去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存在风险 政治干涉层出不穷 政治权力基本上是比较弱的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东西应该是要把风险很诚实的 也很清晰的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比如说主管机关陆委会 或是海基会 在海基会现在没有功能 但是海基会啊 基本上对于台商协会拥有很强大的这个影响力嘛 所以风险要说清楚 第二是呢 相对的政策也要出台啦 所以说呢行政院是不是针对清创文创 或针对会台31项政策的内容 应该要有一个通盘的检讨 也就是说呢在哪些部分呢 台湾政府可以做些事 不论是投资环境 租税优惠 或是呢这个就业的安排 就业的辅导 或是呢创业的奖励等等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会对人民比较公平一点 比较公平一点 我说过如果自己的家乡跟自己的国家 投资环境是好的 谁愿意离家背禁呢 因为现在许多的人才外 的确是因为台湾的薪资结构 基本上不尽理想 投资环境也不尽理想 或是说呢这个重复科税问题也很严重 这第一步的地方应该是说 把人留下来这很重要 那第二部分是说 也有些到中国大陆呢 就去投资 也不尽理想 回来的人 其实应该也让之前有机会呢 去说明呢 当初他的选择是什么 然后到中国大陆去经商就业之后 为什么他选择去越南 或者他最后选择回来台湾 是不是透过这些人的现身说法 搭配我们的政策的规划 政策的沟通 才能够呢在整个中国崛起的 这个实际效应之下 让人民有所选择 我觉得民主国家 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你不能让人民没得选择啦 那民主国家能做的事情就是 当你有所选择的时候 我善尽政府该有的角色 政府在两岸关系之中 基本上虽然 两岸交流现在 大部分官方是中断了啦 那民间交流 北京采取这样的策略 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 国民丹原则这种策略 但是对政府来讲 应当要有一套因应的措施 不是只有说 我们不希望大家过去 或者是呢 这全部都是这个老共的阴谋 我都觉得现在这个不叫做阴谋 北京的对台政策是阳谋 按照我第一段节目所说的 他就是在争夺第一线的基层 还有呢这个年轻人嘛 所以才会叫做一带一线的策略 纳入国民丹原则 是非常谢谢研究员的建议跟提醒 这一次在海亚论坛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呢 在会中有指两岸关系 陷入了一个僵局 那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不少研究观察 我们哪些需要注意的部分 还有如果持续是 关冷明热的这个交流呢 可能会有哪些的影响 我们需要关注部分 我先讲是说客观层面 民进党的中国政策 非常简单 就是他因为除了在就职远说的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 维持现状之外 那个后来在国庆讲话所说的 心思部很重要 就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那这个不在压力下屈服 不走回对抗的老路 但是这个东西比较消极 也就是我都没有做什么的状况之下 你动不动吓我 然后拔走我的邦交国 在国际空间打压我 对责任不在我 责任是在他 我觉得这种态度就会比较消极 第一个可以做的是 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现在的处境 那我在做这事 但是应该要让国际社会更清楚 改变台海现状的究竟是谁 虽然很有趣的地方是 在美中台三边的互动之中 彼此都觉得彼此在改变现状 台湾觉得大陆在改变现状 北京也觉得美国跟台湾在改变现状 但很重要的地方是说 第一个是对国际社会 WHA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对 声援台湾的不是只有我们邦交国 还有主要的世界大国 跟台湾没有邦交的这些国 像美国 日本 纽西兰 澳大利亚 德国 日本等等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 第二我觉得恐怕就是 民主国家跟民党人家思考的 民党主张善意不变 承诺不变 请问对中国的善意 除了接受北京自己要的九二共识之外 难道我们不该关心中国的民主化吗 难道我们不该关心中国 现代化过程之中 所要牺牲付出的环保人权 跟社会议题吗 不是至少门泉血 我觉得进攻才是最佳的防守 因为中国人民跟中共毕竟不一样 北京在对台统战 也就是在区别 民进党政府跟广大的台湾人民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政府反过来应该有这样的思维 跟这样的战略价值是 中国人民也不等于中国共产党 所以说所谓的善意不变 跟承诺不变的部分 我觉得台湾应该源由更好的高度 或者是主动权 在民主人权可持续的发展 对毕竟台湾过去走过的路 我们也不太希望中国再走一次 我们有展现这样的高度 你才有那个道理 告诉全世界 是 那么也希望两岸会有进一步沟通的 可能跟管道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事实上在这次的海峡论坛当中 我们也关注到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提到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和平 发展前提 更言辞来批评台独 那么怎么样来看汪洋这番话 那么对于未来两岸关系 或是他们对台的工作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你怎么样来看这样未来的发展呢 但我觉得比较关键的部分 究竟什么叫做台独啊 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是 只要不同就叫做台独 应该按照北京现在的定义来讲 只要不符合九二共事 两岸同属一中 即便是维持现状 或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所有人 简单来讲 刚才我说的不统集为独啊 这种想法搭配刚才的国民待遇原则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统战最厉害的地方 是交可以交的朋友 争取所有可以争取的人民嘛 那汪洋这样的说法 作为中国最大的统战机构政协 那当然说的很漂亮 就是说哇这个两岸和平发展 是这个两岸的共同利益啦 然后共同反对台独 那我在最后一段 就只有这样的评论 那是谁在破坏两岸和平呢 台湾应该没有本事 跟中国进行军事的对抗跟互制啦 但是现在是谁在破坏和平 这第一个 第二个那什么叫做台独 如果只是选择自己的未来 即便是维持现状 即便是支持中华民国 只是我不愿意跟你统一 请问这个也叫做台独嘛 所以我觉得北京可能要思考清楚一点 是说它究竟要的 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什么 现在的这些做法 你即便可以获得 申来红统人士的认同 但是你没有办法获得民进党以外 其实台湾还是有很多中间选民 真正拥有党籍的国民党加上民进党 不过才6% 那你那个剩下94%的部分 他们是怎么看待两岸关系呢 是不是就符合你中国的这一套的统战逻辑 或者是现阶段的做法 对整个两岸关系未来长远的发展来讲 这是有利的吗 或这是有帮助的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北京要思考清楚的 是 谢谢研究员提供您的观察跟看法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潮 张研究员针对海峡论坛 请您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部分 以及外两岸关系发展 有哪些需要关注重点 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研究员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您 是 谢谢 谢谢